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還是我們盤後解盤的節目 今天台北股市跌了稍微重一點 跌了359點 把前面的在集中市場的前面16219 跌破掉了 那這個走勢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在禮拜六有這個週報 我就已經寫了 為什麼週報報盤前報已經就寫到了 因為在禮拜五的融資 OTC還是增的 那集中市場就小減了1億多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個盤還要往下去淬煉那個 那個淨化那個籌碼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跌破掉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盤 這個盤的節奏的一個部分 他就這樣 那跌破你不用擔心 跌破的一個部分來 他每一次都是這樣 這不是前一波的低點 叫16764 我每一次都會用這樣給你看 那16764把它跌破完了以後 他有沒有再彈起來到這裡 叫16764 我給你看一下這一次 彈起來最高點在哪裡 彈起來最高點叫16783 有吧 有 那你看這一次不準 我們再看頭前 這樣你不敢相信 那前面的位置 這個位置又跌破了 跌破這個位置叫17633 有吧 17633 然後他彈起來的位置到哪裡 彈起來位置到這裡 17770 對吧 所以他在跌破下去的時候 他還是會 因為這個低點在這裡 這個低點在這裡 那最起碼他會再彈回來 這裡16219 這16219又跌下來 一定又跌起來 每一次都這樣 那每一次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就有些股票不會再破底 在這裡破有一些股票在這裡就落底了 有些股票在這裡就亂落底 有些股票在這裡落底 有些股票在這裡落底 有些股票在這樣的狀況落底 他就緩複在尋求那一個低點的一個 每一個族群的不同 這樣了解 讓你了解說 每一個狀況不太一樣 那這一次類股的一個部分來看 今天電子是跌1.72 不是大家說主跌都是電子 點足夠就跌了 讓它頭和臉花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金融跌3.45 運輸類股跌3 我弄到弄錯了 來F3來 5 在這裡 又回來了 我不要去碰到 拉遠一點 運輸類股跌3.52 電器類股跌5.43 電子類股跌1.72 它跌的並沒有比人家重 所以你不要把所有政院都說 他今天去落 都總是電足夠落 不關他的事 電子股呢 有一些股票已經不再跌了 這就是你要去注意的狀況 那你不要 把電子股一抬抬抬抬抬抬 叫去高的股票 那你有可能會追到高的上面去 要了解 就像2743一樣 2743 哇今天去山路 還有漲停板 厲害厲害 因為它加空上去了 這種股票它沿著這裡有一條線 叫十二線 十二線 十二線是一個關鍵 十二線轉弱 那你就趕快退場 這就是這個股票就是在軋空的 往上軋空 當時我們這樣講 當時我們還沒疫情的時候 三戶的股價只有二十幾塊 現在股價六十八塊 很多人看不著 要這樣放空 我們不需要這樣 不需要 你不要那裡面有人 那敢這樣拉了 他怕你嗎 你這樣了解吧 他的籌碼 我們台北股市也做空的 對目前的交易的條件 做空都比較不利好 因為我如果要開股東會 或是沒有要改一個名 什麼的很簡單 三戶旅行 國際旅行社 那我把它三戶變成 那個國際 叫做國際 那他改一個名字 隨便再改一個名字 你的空單全部都要回補 所以你賣賣賣賣賣 所以在有些股票的人 就順勢而為 做哪裡人家做哪裡去 做會漏著 真的會大跌的是 一路破底的股票才會大跌 我來給大家看 300 這個叫大力光 這種才會大跌 你看為6千塊 他就漏到現在剩1千塊 這種一路破低的股票 反而才會跌到胸 空就要空窮這種股票 這樣 空 招勢是跌下來 6415 這這樣摘下來 你看摘下來不敢有肉 這樣不敢有肉 不是這樣嗎 那你去空這個 沒有肉 反而要被咬到 這樣了解嗎 所以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只是一句話跟大家講 有些股票領先 我剛剛已經講了 再回到那個主軸上面來講 我回去再整一下 這樣 有些股票在這裡 建了低點 有的股票在這裡建低點 有的股票在這裡建低點 那有個股票下來 也會建低點 就這樣 你要尋找 尋找什麼股票在那個地方 建低點的股票 你應該是這樣 而不是把自己的股票 把它擠下去 然後去追那個高點 阿國就在什麼觀點 不要做這樣的動作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大盤 我放大了 大盤破低了吧 破低了 那我有講過 破低你不用擔憂 他怎麼摸 要怎麼摸 還是要摸回來16219 只是摸起來的時候 你那時候又是怎麼想的 就像這摸起來的時候 你以為他要V轉了 那就像這個時候 摸到17770的時候 你以為他要過2萬 就是這樣的道理嗎 你沒有想到說 他回到這裡 我把他再拿過來 你沒有想到他回到這裡 回到這裡 其實就是交代這個點 那他來到這裡 就是交代這個點 來到這裡 就是交代這個點 對吧 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好 所以那個都已經過去沒關係 現在這個盤 越來這裡 大家越看空的 越來越多 有的認為1萬2 12682 不用說 前一波的高點 12682 誰都知道12682 每個人都要想 周報是這樣寫的 我認為 那個對等跌幅下來 這樣起來 對等跌幅 這裡是1萬5 我的盤錢稿上面寫了 我記得支撐是1萬5千 1萬5千8 第一點 升到1萬5千8 除全息之後 還減少650 到700點 所以下一個支撐是1萬5 這樣而已 那1萬5 因為你有除全息 給錢拿去 所以沒準算 那先這個點 我們看一下 今天是16048 收到最低點 這樣會怕嗎 這樣你不敢會怕 你沒有收到最低點 你怎麼會怕 對吧 那這個如果再破1萬6千 有些股票就要開始減了 撐股票 那有些股票 你如果這幾天看 他是比較家裡沒有人的 家裡沒大人的 我們換過 因為這個行動都這樣 做的 做的 但是有的有股票 有的 有的 有的家裡有人的 他彈起來就很快 有的家裡沒人的 彈起來一點點 結果還要再下去 要注意 好不好 那這個跟大家講 來我們看2330的台積電 我每一次給他破底的 每個人破底 其實他前面的低點是518 對不對 518 有吧 那這個點他是過高再破低 所以比較撒 所以他有過前面的高點 我再把他移過來 他有過前面679的高點 有沒有 他撒到618 還撒過 過關點 還要下去 我們下去一定518一定破 你不破怎麼會有 大家會怕 你看這個為什麼 大家會去追的原因 來來來 我把他拿過來 那你就了解了 頭前這個關點就是 我們農曆村 農曆剛開始 這個 來我們看一下 來這裡 這裡是不是679 679對不對 然後來到 來到這個地方 最高點的位置 我把它放大 你就看到 那叫688 對吧 那個位置 這個位置叫688 那前面679有沒有過 過 那前面518 那518要破 當然要破 破了以後 再看這個盤怎麼走 我反而認為破了以後 他才有機會講 為什麼 因為停損單會出場 這樣了解 波段停損單會出場 好 那面對這行情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 這市場上 第一個台積電是這樣 他們家的股票3374 他的精彩是這樣 你看到了嗎 我這樣給你看 不一樣吧 好 3661 3443 是不是都不一樣 不一樣嗎 對啊 那2303又不一樣 2303守在這裡 再怎麼殺 怎麼殺 怎麼殺 殺不下去 這個點就守得穩穩的 大量的位置就在這個地方 反而3035掉了 3035 因為3035 他也漲太多了 我給你看一下 總有人要走 這樣沒有漲太多嗎 是不是 你要了解 了解那個節奏的一個部分 那再來來到宅板 我把它都掃一遍給你聽 所以來到這裡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 貼金股票 大家位階都一樣 基礎大家都下來 貼金未來 你要選擇 未來會漲的股票 3037 3037的新興 你看 那一天有沒有破低 我給你看 這裡192 往前看 記得 這裡194 破前面低點 台幅一轉起來 來拉到那一天 直接拉起來 那一天大盤跌300多點 他來到漲停 219 219回撤回來 這個紅K中線206 他來到205 然後你看 今天回到207 這回到208 有再回來嗎 沒有 狀況不同 外資在賣 投信有沒有買 這就是非常重要的 結構上的一個變化 很多股票的操作 他的難度一直在增加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你要怎麼去 把自己的持股做一個調整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我現在還給你 我那一天給你的 我再給你看一下好了 我那一天給你的 是不是我給你 給你那個 那個生計股對不對 把它夾一下好了 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我把眼鏡拿下來 禮拜五的時候呢 跌287點 那287點 藥法藥漲 對不對 漲19.5元 我把它寫一下 漲19.5元 漲19.5元 然後 明基因漲停 漲了5塊3 然後太福呢 漲了2塊錢 對吧 我是不是在這樣講 我說這個高評 你都可以去注意 我那時候也講了太福 講了明基 對 講藥法藥是吧 那今天呢 看一下就好 等一下我回來再跟大家講 今天我再把這個組合圖給你看 今天大盤跌得更兇 跌了359點 藥法藥跌5毛 可以嗎 300多塊跌5毛 那明基因跌0.7 他們都有過高 都有過高 跌0.7 他最多的時候漲了4塊多 最多漲4塊多 然後這個漲了5毛 關他什麼事 所以重點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很多時候的操作 你不要只看一天兩天 我們股票不是看一天兩天的 不是這樣嗎 那現在跌下來 我們要關心的是 我的股票到底 他未來還有沒有談的空間 還有沒有談的空間 或是我下來以後 他會談到哪 兩種做法 第一我的股票下來 絕對不是這樣 他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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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種股票 除了他財務上有問題 他一定會這樣 鋸齒狀的彈 彈起來再跌 彈起來再跌 這個叫以跌止跌 那以跌止跌 如果他是弱勢的 他就弱勢緩彈到月線 月線 如果他是比較強的 他可能會彈到季線 那如果弱勢緩彈了 你就到月線要賣 強勢緩彈了 你就到季線要賣 就是這樣 那強勢緩彈到季線 可能他下來是打雙底 那我就可能再買回來 那就談到月線的賣掉就算 就把資金再拿到其他的股票去 這才是最重要的操作的概念 這樣了解 好不好 我今天講的概念總比給你股票來的重要 所以 基本上來講還是那麼一句話 加入阿西亞的互動群組 有任何的問題我們一起來研究 我這個照片 竟然還有別人冒用我的照片 然後用不同的名字 在網路上行騙 我真的生氣 那這個沒辦法 你要去告他 他那個也找不到人 他就這樣子 所以阿西亞的互動群組 就這個 沒有別的了 別的都是假的 別的都是假的 這個互動群組 應該是真的 我記得喔 美國的時候還有一個專家族 什麼 是外國族 沒有那個族 只有這個而已 不要被騙 什麼還有用不同名字 我的照片 今天我的會員 還有 還有李冠青還跟我 你這個照片好像你喔 我說那個照片就是我啊 被盜用 所以記得我們的群組 是這個 沒有別的 那個別的都是假的 OK好不好 跟你講一講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他跌得越快 其實未來緩彈的空間就越大 他本來就是拉弓射箭 你看 拉弓射箭 你如果這樣牛這樣 一直烏烏就下來了 你要拉萬弓 才能射得圓嘛 這樣了解吧 上個禮拜 我有講一個韓劇的叫 Again my life 對不對 那我們要重新調整你的持股 就用那個思維邏輯 等一下回來再告訴大家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另一組台灣放點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都是金流 我們另一組台灣放點世界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王牌第二个财经 我们在这个地方以前 习惯就把很多的股票价位都讲得很直接 但是最近接到金广惠老师说 阿诚你不能讲 不能预告未来价位 所以说我们就用一般的正常的方式来跟人家讲 我把技术分析 对等十五千 你自己算一天 叫阿诚又说出来 那我每一次又被人家违规 是不是 这样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不要想说 阿诚以前我看YouTuber都讲得很清楚 现在来到这里都没有讲清楚 讲清楚我就被划 请大家体谅一下 体谅一下 OK 好不好 那当然如果你说会言我就讲清楚了 因为会言是封闭式的 封闭式我面对是我特定人 我要怎么说 虽然我怎么说 但是在这个公开的平台 我没办法这样去预告什么未来的价位 这样子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已经接了每个月都有人来跟我讲一下 说你这个不能讲预告价位 不能讲这不能讲高点不是高点 是这样 我只能画叉叉 那哪一个高点点位我不能讲 以后不能讲 赶快给你讲一下 你这自己看 说那个 奇怪也蛮难的 我们国产的分析师什么都不能讲 老外的分析师爱怎么讲怎么讲 对不对 而且今天出了报告 两个小时内就反向做也没事 两个小时以后反向做没事 我们过了三个月再回来看都有事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蛮难的 来 那我们来讲 我那时候讲到亚保 那亚保的部分讲到了就是 它就是这个锂电池相关 我来给你们看一看 4721 今天大盘跌359点 它跌5毛 4739 它跌4块 跌比较多 8028它也跌 它也跌的比较多 因为它没有跌破 我把它放出来 它没有跌破前面低点 4721 它早就跌破 4739 它早就跌破 不一样 所以有的股票的操作 你要知道说买卖点的拿呢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买卖点的拿呢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所以今天虽然讲危机与转机 但是我另外一边告诉你的 是获利的关键是选股 and的买卖点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再拿几个例子给你看 3078 不是 3708 看错了 3708 有创高吗 过高 过高的这一天 我如果告诉你过高上尾的这一天是卖点 你就把它撤 哪有可能 这突破一定要买 结果呢 对不对 这来到哪里 来到前一个这个地方 这个尖尖尖的地方 116 那这个今天最低点的位置是113 你看到吗 回到前一个高点 我来想一下还有一个 2637 过高是买点还是卖点 过高 有吧 过高是卖点 对吧 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上给大家看 这过高 我不要再练价位了 我们每次练价位都出事 那过高 有吧 过高你看图就知道 有没有过高 过高是卖点 今天还在过高 过高更是卖点 那这个地方破低是买点 对吧 3037破低我给大家拿来看 破低是买点 蛮难的 那为什么有什么股票破低一定要卖 有什么股票反而破低是卖点 这很难啦 因为有些股票破低就破低了 一路下去了 3008就破低就破低了 一路下去了 他管你的他不一样 因为他的业绩在衰退中 其他的业绩是在成长中 差别点在这里 真的了解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生计 今天不要把人家所有责任 都怪人家电子 你看我算给你看 今天大盘跌2% 电子跌1.72% 就代表其他人拖累他 不是这样吗 是吧 连生计都跌1.8% 连那个光光都跌2.13% 金融还跌3.45% 连那个食品都跌1.76% 只有赵子 赵子因为有1905 记不记得 就1905拉起来了 我上次有讲过了嘛 对吧 OK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生计相关的 这有的时候资金 就会自己找缺口 找出口就这样 这个跌287点 要玩要涨19块 然后这个明基一涨5块3 然后这个太福涨2块 对不对 今天只有太福涨5毛 那大盘跌了359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给你看 从这里看 你看他股价是这样 好 我给你看这样 看这样 大盘 大盘 好不好 64106 这是不太同调 那我们不是每一个股票 都会找立次的股票 我说他这样 我们就祝福他 你有就上去了 416 财报真的好 那股价这样藏起来 当他要起涨的时候 在这里 你看大盘 大盘刚好这样跌下来 他刚好是这样涨上去 为什么呢 我给你看一下 为什么 1块9毛7 为什么营收历史新高 然后四月份 四月份历史新高 有看到没有 是这样 好 那我要讲说另外一档股票 6541 6541 对太福 太福我把它图拿出来 它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一个整理的阶段 整理阶段 但是这盘不是很差吗 怎么越整理越有量呢 对不对 因为他有 我有讲过他有TX01 TX跟TX05 TS01跟TS05 我就讲TX01 TX05 对吧 他有一个是在 我那个在哪里 在这里 我把它拿出来 给你看 那我不是请你再追他 本来有些股票 我能讲 我都事先给你讲 我总不能叫你现在 再去追贡信吧 270块 我怎么叫你追 265块 我也都讲不下去 在这里 TX01是白血球增生 然后TX05是乳癌 乳癌的贺炎瓶的相似药 贺炎瓶的相似药 然后基本上来讲 他可能这一次在美国 癌症学会 ASCO 可能会有一些演讲 那是不是这样 那就看公司的进程 那他去申请美国FDA的药证 临床过了 临床过了 查厂应该 因为厂是在美国 公司没有公布 我不知道 但是FDA查美国的厂 很容易就查了 他不是要到台湾比较麻烦 要隔离等等 他没有 所以基本的架构上来讲 他的形态上来讲就在这里 底部见面成型 这有的时候是这样 那你买 不管你什么玩过高平 你买在这里 就这个典当停损 我管你讲的天花落 你跌破这个就不对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的操作 我们现在操作很多股 要跌下来的时候 他开始抗跌 开始不跌 开始不破底了 那前面的低点 我们就认真地盯住他 Maybe 我们就可以买到相对的转折点 这个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重点 重点 就像我们家66171 他走这样 我怎么叫你一直再去买 我当然没办法叫你这样再去买 他的形态上是这样 是怎么叫你这样去买 这样的慢慢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65 6541吧 65才会跟你讲 是这样的形态 形态不同 位阶不同 所谓承载的风险不同 这样了解 好不好 那盘跌下来 每一个人都闷闷的不用闷 你的股票调整一下 有些股票把它挑出来 这有希望的 我们把旧的来换进来都可以 都换进来都可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换股 选股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有个小小的活动 怎么拿错了 小小活动在后面 小小活动在这里 有个换户战斗班 邀请你加入我们行列 助你操作水利 再见了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